好 我们看这几天几乎每天都会有新增死亡的病例 有急诊医师就透露了 看到病患送来急诊咳得非常厉害 而且因为有万华接触时 所以赶快帮他快筛 再加上病人已经咳了一天非常喘 只是没想到一照X光片 这才发现肺部一片白已经感染得非常严重 才不到14个小时还是不幸死亡 感染科专家就说了 因为现在的医疗量真的不够 有好多轻症患者都在家里 也因此很容易轻呼 等到到医院的时候 其实已经是严重肺炎 奔波的救护车和包警防护医的医护人员 从这波疫情蔓延开始 路上偶尔都能见到这种景象 14号累积到现在 短短11天已经有17人染疫死亡 在急诊的柯医生 剖出70岁染疫病患X光片 和右边健康肺部X光片相比 已经一片白 这病患从送到急诊确诊 就一直喘到死亡 才短短14小时 医生预测未来这样的状况 可能越来越多 现在医疗量能不足 轻症就只能在家 或到检疫所隔离 症状加重却往往被病人轻呼 加上科医生说 英国变种病毒重症率 大约有百分之三十进展很快 很多才咳一天就回天乏术 不止病毒快速清洗患者肺部 也开始清洗其他万华板桥以外的地区 像是林口三峡巴黎等 这些和万华板桥距离远 也开始出现病人 疫情似乎没有掌控的非常好 黄立民认为第二波感染 已经开始传播 疫情现在还看不到曙光 最重要的是广设筛检站 赶快把所有隐藏的确诊者找出来 阻断病毒在社区内继续传播 台北报道